大家好,我是Dr.MCM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选择适合的切削液 这次我们一样来到工厂进行说明 老板,今天也要麻烦您咯 没问题,上次很谢谢博士 让我们知道如何维护切削液 这次也要麻烦您跟我们说说 该如何选择适合的切削液吧 没问题,那我们先从什么是切削液开始说明吧 切削液是金属加工时 会使用到的工业用液 主要是扮演冷却、润滑、保护弓箭 保护刀具及保护机台的重要角色 使用切削液加工 可以降低刀具磨损 延长刀具寿命 并且提高弓箭表面精度及加工效率 而切削液的应用层面非常广泛 可用于数位工具机和多功能组合工具机的车销 浅穴、砖孔、公司等加工中使用 接着来说说切削液有哪些种类 切削液分为油机型和水机型两大类 油机型主要以油脂组成 通常以矿物油、合成油、植物油为基础 还有为了满足加工需求 会再添加一些特殊润滑剂来满足加工特性 通常选择油机切削液 是看重它的润滑和防锈性能都很好 以及它适合用在高精度困难的加工 但缺点是油机切削液在加工方面的冷却性差 不易清洁 容易污染工作环境 也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伤害 难怪我们工厂以前使用油性油 加工环境、衣服和头发都会油油腻腻的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的吗? 会这样就必须克服加工条件及环境的问题 我推荐大家使用一个叫做MQL的技术 它是高分子的微量润滑 专门用来解决油性加工造成的环境 及人体危害问题 原来有这么厉害的东西 MQL是微量润滑 是利用改造机械加砖而成 利用压缩空气与极微量的植物润滑油 混合气化后 形成微米级的滴液 从喷头喷射进行有效润滑 进而达到没有大量切削液 使用的一种切削加工方法 它不但用量少还可以满足各种加工需求 只不过它成本非常高 需要克服机台改装及加工参数上的调整 所以普遍度不高 看来还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地方 说完油机型接着来说水机型切削液吧 我们工厂现在就是使用水性切削液 但是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真的是拿它没准 只要了解切削液的特性 一定可以解决许多加工的问题 水机型切削液是一种主要以水为基础 再加入适量的润滑剂和冷却剂的切削液 它总共分成四个种类 分别为植物性合成 全合成 半合成 以及乳化型切削液 首先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植物性合成切削液吧 植物性合成切削液 是由主要元素 水及次要元素 水溶性植物合成添加剂 调配而成 它取代传统矿物油 并拥有多项优异的特点 像是它有很好的加工性 冷却性和稳定性 并且它低油烟油物 无毒无公害 还有还有 它不长菌 也不发臭 而且更容易清洗 最重要的是 它对环境和人体更环保 更安全 也更健康 植物性合成切削液 兼顾环保和优秀的加工性能 真的是非常好的金属加工用油 我们接着看看其他的水性切削液吧 第二种是全合成切削液 它是由主要元素 水及次要元素 水溶性功能添加剂 调配而成 第三种是半合成切削液 它由主要元素 水 次要元素 矿物油和功能添加剂 以及危害元素 杀菌剂调配而成 最后是乳化型切削液 由主要元素 矿物油 次要元素 功能添加剂 以及危害元素 杀菌剂 调配而成 以上就是简单的水性切削液 种类介绍啦 最后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 除了植物性切削液 是对环境友善以外 其他切削液都容易对环境和人体 造成不小的伤害和影响 这下我们总算了解有哪些切削液了 可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适合的切削液呢 要挑选适合的切削液 您需要考量总体成本 加工所需的润滑性 冷却性 及对于环境的影响 评估完这些后 再针对其他加工要求 工件的材质 刀具机台充刷量 环境条件等等 去挑选适合的切削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